小吴说 8号中午 自己准备出门买菜 关门的时候 声音大了些 等自己买菜回来做饭 室友就跑到厨房里骂他 然后甩厨房门 甩冰箱门 因为我可能出门的声音 确实是大了一点 我也没有反驳他 也没有回嘴 然后因为厨房门是他打开了 他打开之后 我就没有再关上了 我就没有再关上了 就直接打开油烟机开始烧饭 开始烧饭的时候 可能油烟稍微有点大 就飘到客厅来了 飘到客厅来 他在客厅里吃饭 他就到房间里去了 小吴说 等自己做完饭 回到房间 室友又跑到他房间里骂人 之后室友找来两个男生 直接踹门进来了 因为我在和自卢管家在视频 然后那个男的就上来 就拽住我的手 然后把我推到这个船上 推到这个船上 我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女的跑到这里来 扎我耳光 我当时这里放了一个擦壶 拿擦壶砸我和台灯砸我 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就拽住我的脚 然后导致我这里到处都瘀青掉了 小吴的房门被踹坏 门上还留下了一个脚印 他说和室友都是四个月前搬进来的 对方住在一号卧室 自己住在六号卧室 两人交流很少 因为一些事情有过小摩擦 双方约了 在两主派出所进行协调 小吴的室友和两个朋友都在 他就出来把门摔上了 然后吓得我没跳嘛 我们在那吃午饭 门开通通风 热嘛 然后就下午 然后那朋友过来 就问他中午为什么不摔门 想把他出来把他说清楚 他不肯出来 然后在里面骂他 骂我那朋友 小吴表示自己不会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了 要求自如平台办理 无则退租 杭州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 也在现场参与调解 就是我们看一下一会调解的结果 目前咱们这边了解的情况是什么 你在路吗 我在路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杭州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公关部的刘经理 后来联系记者说 自如方面已经给小吴办理了无则退租 两位租客在派出所也已经和解 有吧 黄剑记者报道